剛剛四點鐘 嘉義部體育署已經發布了新聞稿 我們陳大也要謝謝體育署跟大專體種的支持 基於防疫的要求跟疫情的嚴峻 體育署跟大專體種也同意我們提出的建議 我們從明天開始比賽的九項 我們就在此宣布我們延期來舉辦 展期來舉辦 我們最晚會在疫情舒緩的時候 在九月底之前來辦理這九項的競賽 至於大家也很關心的 我們明天要進行的全大運的 開幕典禮還有選手之夜 那我們成大的團隊在今天上午經過很周詳的 考慮到各種因素的關係 我們慎重的決定 我們全大運的開幕典禮 那跟選手之夜 我們也隨同九項的競賽 展期到九項續辦的前一天 我們來進行開幕典禮 那這樣的決定主要是在基於 在目前防疫的考量底下 我們必須要把很多很多 譬如說選手的入場 他的宣示裁判的入場 宣示聖火 那還有貴賓的參加等等 都要縮減人數 那事實上 事實上會使得這樣子的一個開幕典禮 事實上沒有達到 沒有辦法達到我們原先預先的要求 跟預期 所以我們這個經過討論之後 大家都同意 我們就跟著九項來這個延期 那我們不是不辦理 我們是延期舉辦 那我們的表演團隊 選手之夜 所有的團隊 都是也都會延到 我們續辦的前一天 那我們來辦理開幕典禮 那我們是希望能夠 原來是希望 藉著全答應的舉辦 能夠有一個歡樂分心 讓選手能夠享受的一個 這個選手之夜 我們也一樣之夜 延期來辦理 好不好 那這個大概是我們目前的情況 那我們目前 這個今天事實上 跆拳道已經比賽完了 那羽球、拉桌球等 這個七項的比賽 我們會 我們還是一樣 會動員我們全校的 志工跟工作人員 還有我們的一二級主管 我們會盡力在疫情援進底下 順利的把它舉辦完成 那預期就是在五月十八號 只要疫情沒有提升等級的話 我們都會把它舉辦完成 那在此跟大家做一個報告 我們想問一下 就是宣佈的時間 其實蠻多選手都已經 RHP得過談 那這邊之後 會有怎樣協助選手的部分嗎 因為他們其實 怎麼講 你覺得為什麼會這麼晚 才宣佈這件事情 其實是這樣子 就是 各位可以看到 我們 事實上 開始 比賽是 真正有開始比賽 是五月六號 那五月七號 五月六號 事實上是在我們的公西法場 在桃園 那 五月七號 開始進入成大比賽 當時候疫情的狀況 跟現在大不相同